時光倒流? 難道我們又回到70年代? 難道這期輕懷舊? 真是模仿了幾次 其實你身處一間 真真正正幾十年的舊式豪宅裡 這裡一直保持著 以前有錢大宅的氣派 對, 現在有多少錢都賺不回來 你是誰? 為什麼說話這麼大回音? 還有點像我 我就是上一層夢的你自己 現在你在做夢的 在你的夢想房子裡 Inception?潛行夢想房子? 其實這裡是西貢一間別墅式住宅 只是看門口那雙獅子已經夠氣勢 是由看白玉 也就是純白色的大理石所造 以前宮殿裡面的玉砌雕蘭 不就是這些看白玉做的? 在這間屋三層年花園 一共一萬八千呎都是七十萬而已 蛤? 不是吧 你說真的嗎? 是呀, 真的 這間屋剛建的就是1967年 第一次轉手賣出去就是1979年 只是真的賣七十萬而已 乖…不要扯著 在1985年的時候 這間屋轉賣給現在的高主 已經升了四倍 即是270萬 不過不知道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 昨天這間屋又升了多少呢? 學你安納道說的 夢是任由自己設計的 平時我的房間只有二百呎都沒有 所以我要我的夢想房間 只有一間廳也有二千呎 喜歡擺什麼就擺什麼 這間廳真的有二千呎這麼大 還要是嘶嘶嘶嘶嘶 中間一條柱也沒有 這間廳有二千多呎 其實香港來講已經很少有了 其實廳帶對於設計師來說 都是一個很高難度的挑戰 看到他現場 當時的設計師 其實就把一個廳分為了兩個大廳去做 一個就是中式 一個就是法式 就看到他用兩張很大的地毯去分為 其實要做到兩個不同的效果 要放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其實真的有很高難度 由現在的術語來講 叫做Mix and Match 對於當時這麼多年前的設計師來說 其實真的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你是誰?你怎麼進來的 你忘記了,你在發夢嗎 無論如何都可以 對,那你慢慢吧,我不妨礙你了 這間廳其實四面都有很多很大的窗 但本身窗的款式 就跟室內的裝潢不太配搭 當時的設計師其實就用了一個很巧味的方法 就是用很多放古董的櫃 就在窗的前面 令到大家的焦點 就落在本身室內的裝潢裡面 這間懷舊豪宅 很多地方都有很懷舊 又很有感覺的燈燈燈燈燈燈 就連廚房天花都要有一盞華麗大吊燈 真是好像在做夢似的 刀哥頭,看回地面 沿著這條意大利雲石樓梯上一層 又不知道我這間夢想會變成怎樣呢 這條樓梯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直接把客飯廳的櫃器帶上二樓 另外一件最特別的 就是二樓這裡的房門都是情半圓形頂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人這樣做了 但因為它要貫徹始終整間屋的一個圖案 就是你看到的窗和維生 全部都是一樣的,都是半圓形頂的 二十多年前 主人房裡面已經建了一個獨立桑拿房 當時算是很適碳的了 還有這兩排大型木櫃 木櫃都是由英國訂造再運回來香港的 二十年前不是那麼多人可以這樣做的 是嗎?進來這間書房 只有一排的書已經足夠氣勢了 但現在我在第二層的夢裡 看到的東西也未必是真實的 先看看書 是,這本是甚麼 先看看它 是嗎?不是吧?錄影帶? 還要是雍善玉演唱會,八二年 這也不是最搞笑的 最好笑的就是這裡沒有錄影機 在哪裡找錄影機來看呢? 是,連客房也不輸蝕 還有這麼漂亮的風景 這個夢真是希望永遠都不會醒 這個花園也大有來頭 二十多年前,屋主專程去日本 請了著名的園藝設計師 被公本太郎來的設計 前後花了二千萬下去 只是這艘羅漢蟲 現在也可能值幾十萬了 醒了… 醒了?開工了嗎? 對呀 又開工? 剛才睡得很好 不知道何時會有 我真正的夢想房子出現呢? 繼續發敗夢,開工船 我們這次的鏡頭不包括裡面的古董 但鏡頭可以開始 但房子的瘋狂的底價是五千萬 但五千萬,三位嘉賓 好像差不多一次叫帽子了,Kent 我說別問我了,問Vinci借 我想現在好像問Vinci 又問觀音借庫 拿兩億,拿三億 拿… 可以嗎 好,我們自己注資吧 我們注資… 注資多少 注資兩億 兩億 每人注資兩億 沒錯 兩億… 每人… 對 這麼多 即是兩億五,每人大約是兩億五 我再提一遍 瘋狂底價是五千萬,開始鏡頭 是多少 一億 一億 我心想這麼快 一來到一億 他以為你能給他兩億 六千賊加錢 我給兩億 你不代表一定兩億 我知道 可能他們會善你 雖然你說別墅獨立屋 淺水灣可能已經過了 但你看看 究竟是半山、赤柱、飛河山 還是西貢 剛才那間,如果你買了 你還不當西貢村長 你這樣… 很難 門口是石獅子 對 氣勢也嚇死你 門口很有氣勢 很有氣勢 一千三百萬 甚麼 現在是一億 一億三千萬 你真的… 一億三千萬 一千三萬,我立即到樓下按機 你按到一千三百萬 一千三百萬 是嗎 是的,很珍貴 可能適合催生的那種… 適合催生的那種 很多電車男都喜歡 或者…你所說的 好,一億三千萬,第一次 你笑… 我想恭喜你 如果你買了 我想你生了12個子女可以 不行… 建一個遊樂場也可以 當然了,不然會穿上去 不,一億三千萬,第二次 糟了,不懂得出 剛才在影片的時候 我看見Elika 你剛才打電話,是否問價 不是的 你剛才看見她的電話 不是… 西元區還有甚麼價位 他買了你那層樓 沒有,這座樓是沒有的 一億三千萬 等一下 我不要 第 你不要 溫柔華,我不要 三 二千元呎也不錯吧 現在一億三千萬 好,再給你五秒 好,一億四千萬 一億四千萬 一定要買到 阿正說我要建一個遊樂場 給子女 他反正也有泳池花園學 不爭執 給口夾 加幾個抽籤 一億四千五百萬 一億四千萬 好,一億四千萬,一千 一億四千萬,兩千 你試上點燈,我就舉了 就這樣算了 三次 來吧,三次 好 一、四千萬 恭喜你 一輩子都賣 可能可以的 好,這個時間 我覺得你值得很多 你現在好 看你一輩子的專業評估 看看你一輩子能否賣完 阿正,交給你 我一輩子就贏了 多少個零 一、二、三千萬 一億而已… 好 太棒了 一輩子都說不完 恭喜你 賣新賣一輩子 拐著你笑 其實算了也不用二千元 即是不算花園 即是划算的? 六千尺 是 我覺得划算 因為這些盤很少有 今天是海鮮的 如果遇上一個買家喜歡 可能他一億二千萬 肯幫你買 但你又算了 那你算了嗎 不,正式召家人,你不出手 我很想知道 究竟他現在有否負資產中值 也有,二億零三百七十萬 因為我們幸好住了 但那兩億要拿回 我們要拿回的 絕對要拿回 ERICA是二億五千零二十萬 對,另外Winch是今晚的民主 二億五千一百九